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 2 3 4 5 排列成队伍 5 4 3 2 1 全在我手中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奖会奖博士的年江实验室 你知道吗 打从我从年江学院毕业以来 我就一直想成立自己的年江实验室 谁知道 让那个可恶的Dr.Slime 结足先登 不过没关系 现在越来越多小朋友知道我的实验室 也越来越多人想来这里挑战自我 那我当然很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就有可能像我手里的石子一样 成为我操控的小跟班 那么今天 勇闯我实验室的三位小宝贝又是谁呢 欢迎这三位小朋友勇闯我奖会奖博士的年江实验室 好 首先就请你来做个自我介绍 我很喜欢玩电脑游戏 长大后我想设计3D的电脑游戏 很多人喜欢玩那种 所以我觉得我的电脑游戏会更受欢迎 很不错很不错 好的 下一位小朋友 我长大后要当科学家 因为我觉得科学很有趣 我想的那些不可能的东西都能做出来 最后一位小朋友 我喜欢跳芭蕾舞 我从两岁就跳芭蕾舞 那你以后是梦想成为一位芭蕾舞者吗 是 三位小朋友都有不同的志愿 非常的好 那究竟呢 这三位小朋友 可不可以都成为我的小跟班呢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知道了 那今天呢 有我讲会讲博士为你设计的这个游戏 一共五个回合 在第三个回合结束之后呢 分数最低的小朋友就要遭到淘汰 当然也是有惩罚的 就是那斯鲁鲁的年僵 第二位被淘汰的朋友呢 也会有相同的待遇喔 唯独最后一位朋友 过关斩将的才有机会逃出我的实验室 三位准备好了吗 马上来看第一回合的游戏规则 第一回合一共有八道题 参赛者必须在十秒的实现内 说出特定词句的反译词 每答对一题获得十分 补答则获得五分 我们正式开始 第一道题请告诉我 打开的反译词是什么 顶部 关门 关门不对 再来 关什么 关是对的 看部首 看部首 哦 关 哦 时间到 请补答 文心 关闭 关闭正确 文心加五分 下一道题 请问 将来的反译词是什么呢 抗议 以前 不是以前 再来 除了以前 有将来 有以前也有 现在 现在是正确的 下一道题 请问 喜欢 喜欢的反译词是什么呢 顶部 讨厌 讨厌正确 好的 下一道题 请问 高大的反译词是什么 顶部 矮小 矮小正确 这个回合的最后一道题咯 抓紧时间 抓紧机会 公开的反译词是什么呢 文心 秘密 秘密是正确的 呦呦呦呦 我感觉三位小朋友势均力敌 一起来看看 这个分数如何 暂时领先的是 顶部 40分 接着 文心 25分 以及目前排名最后的 康义 10分 那康义 手抓紧咯 那顶部呢 暂时领先 文心还有康义 你们就保持现状 快快地成为我的小跟班 你说好不好呢 不好 那你们怎么都不领情呢 太不应该了 算了 还记得呢 上回我跟大家介绍一位 名气想当当 华文能力一极棒的朋友吗 他这个时候就在线上 我们马上跟他连线 看看他有什么好介绍 维维 维维 很开心又接到 蒋惠蒋博士的来电 今天要分享的华文知识是 嗯 有这样一个成语 它同时包含了 危险和安全的意思 提醒人们要有防范意识 你知道这个成语是什么吗 回头再告诉你 喂 还在吗 我刚刚的问题是 你知道哪个成语同时包含了 危险和安全的意思吗 哈哈 答案就是 居安思危 处于安乐的时候 要想到危险可能随时出现 我们可以说 做事应该提前考虑各种状况 居安思危 这样在危险突然降临时 才不至于手忙脚乱 拿走了 好 谢谢我线上好友的分享 相信小朋友们都和我一样 祸益不浅 那我说啊 一个句子里或词语里 若少了一个字呢 就好像盲人摸像一样 很难凭着片面的了解 知道整体的意思 所以这个回合 考验三位小朋友的 就是填补句子里的漏字 一起来看看 第二回合的游戏规则 第二回合一共有八道题 参赛者必须在十秒的实现内 说出特定词句里的漏字 每答对一题獲得十分 补答则获得五分 第二回合的第一道题 电什么扇 顶副 电风扇 电风扇是正确的 下一题 建什么师 抗议 建筑师 建筑师 是正确的 下一道题 什么声声 抗议 陌 陌生声 不对 再来 不是陌生声而是 好 时间到有要补答的吗 三 二 一 正确的答案是 活生声 好的 下一道题 八 什么舞 文心 芭蕾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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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 好的 下一题 题 体操什么绕 康医 酷医 锻炼 体操锻炼 正确 最后第三道题 敲锣 打什么 底部 敲锣打鼓 敲锣打鼓 正确 下一道题 提什么机 康医 体目机 体目机不对 当你要去领钱的时候 提什么机 你要取现金的时候 提 时间到了 有要补答的吗 三 二 一 正确的答案是 提款机 最后一道题了 圣什么节 圣诞节 圣诞节 正确 我好希望呢 接下来的圣诞节 有你三位小跟班 在这里陪着我一起度过的 你们将会是我最好的礼物 好了 来看看这个回合的这个分数 目前依然领先的 还是顶副60分 接着 有从第三位 爬到第二位的康义 40分 以及这个回合 暂时落后的文心 35分 文心 手握好了没有 哈哈 来到了关键性的第三回合 有一位分数最低的小朋友 就要和我的年将来一场约会咯 这个时候仔细听第三回合的游戏规则 第三回合一共有8道题 参赛者必须在10秒的实现内 说出停字游戏中隐藏的漏字 每答对一题获得15分 补答则获得10分 累计分数最低的参赛者 就准备接受 湿漉漉年将的惩罚 第三回合正式开始 数一 表示被雨水完全淋湿透了的样子 康义 落汤鸡 落汤鸡是正确的 康义加15分 第二道题 横二 12月庆祝冬至吃的甜品 顶部 汤圆 汤圆 正确 好的 下一道题 横三 不客气地叫一个人消失离开 文心 滚开 滚开 不对 除了滚开还有 滚掉 不是滚掉 滚 时间到 抗议 走 不对 一种食物 一种食物 滚什么 时间到 正确的答案 我觉得我讲会讲博士 好像不太应该教你们这个 叫做滚蛋 好的 下一道题 树四 鱼类 肉类 豆类含有的一种营养成分 文心 蛋白质 蛋白质 下一道题 横五 童话故事的一个纯洁善良的人物 康义 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是正确的 第六道题 树六 掌控天气变化的神明 抗议 雷公 雷公正确 已经来到最后第二道题了 树七 当家做决定的人 文心 主人家 主人家不对 还有主人什么 当家做决定的 除了主人家 还有 时间到 顶副 主人 蜜蜂胖 时间到 正确的答案是 主人翁 这个回合的最后一道题了 横八 玩具 上轻 下重 倒下后能自己立起来 康义 不倒翁 不倒翁 完全正确 来看一看分数 第三回合完全翻盘的 就是我们的康义 100分 接着有在这个回合 落后一个名次的顶副 75分 以及目前分数最低的 文心 50分 这个时候文心捉紧咯 走吧 欢迎回到奖会奖博士的 年疆实验室 剩下两位小宝贝 那接下来就请两位 一较高下了 每位会轮流回答 五道题 请看看第四回合的游戏规则 第四回合一共有十道题 每人轮流回答五题 参赛者必须在15秒的实现内 确认特定词句里的错别字 并将正确的字清除写出 每答对一题获得20分 累计分数最低的参赛者 就准备接受 施鹿鹿年疆的惩罚 好的 第一道题 妈妈喜欢网上购物 因为很方便 请找出错别字 然后写下正确的字 这是购物的答对 下一道题轮到康义 我不想再说 因为我重复很多遍了 我不想再说 因为我重复很多遍了 错别字到底是哪一个呢 你还有五秒 四 三 二 一 没有写吗 我想不出来 那就让博士我来告诉你好了 这个遍呢 正确的写法是这样的 下一道题 顶覆请作答 妈妈累了需要休息 妈妈累了需要休息 休息的修正确 好的 下一道题 康义请作答 哥哥获得海外升学的奖学金 哥哥获得到海外升学的奖学金 尝试一下 没关系的 来 时间到 给我看一看 你这个写得有点像我们的年江的江 但不是正确的答案哦 来看看奖学金的奖到底是怎么写的 好 下一道题 顶覆请作答 外婆配了一副新的老花眼镜 非常漂亮 倒数 开始 外婆配了一副新的老花眼镜 非常漂亮 五 四 三 这是什么字呢 顶覆 漂亮的票 写法是不对的 一起来看看漂亮的票到底该怎么写 好的 第六道题 这台风扇的设计很美观 这台风扇的设计很美观 你不是说你想成为这个游戏的设计师吗 没事 你就尝试一下给博士看看 尝试一下 没关系的 这个 他好像少了一位朋友哦 设计的设计是如此写的 好的 下一道题 请顶覆作答 爸爸发福了 妈妈不准他吃零食 没有零食的生活 那该有多苦呢 不堪设想 三 二 一 让我看一看 答对 下一道题 康益 小华没有收到我寄给他的礼物 想一想 想一想 还有三秒钟 三 二 一 我看一看 这不是正确的答案 寄给他是这个写法 好的 最后第二道题了 丙父 这是你的 科技的发达 科技的发达提高了我们的生活素质 哪一个是错别字呢 科技的记 那正确的写法又是什么呢 以三点水来取代 不是正确的 应该是提手行 最后一道题 康益这是你的哦 老师鼓励我们多多阅读 老师鼓励我们多多阅读 错别字是什么 你先告诉博士 鼓励的力 答对了 那正确的写法怎么写呢 时间到 哦 这是日力的力 到底该怎么写鼓励的力呢 就是这样 好的 所以我们的第四回合正式结束 到底两位小朋友 谁将成为我下一位小跟班呢 来看看来看看啊 领先的是顶副一百三十五分 接着呢是康益一百分 康益 下一个和年将约会的就是你咯 握紧咯 顶副啊顶副 只剩下你和奖会奖博 是我咯 你有信心可以顺利过最后一个回合吗 有 太好了 那我们马上来看看第五回合的游戏规则 第五回合只有一道题 仅存的参赛者必须在三十秒的实现内猜出图片里的成语 答案正确的话表示顺利过关成为终极优胜者 答错的话 湿漉漉的年将就等着你咯 来到了最后回合也是最精彩的回合咯 那小朋友你只有三十秒的时间咯 如果呢在三十秒的实现内你没有办法告诉我正确的成语 你头顶上的气球就会爆开 所有的年将就会倒在你身上 不过如果你可以在那之前告诉我正确的成语的话 你就可以逃出我的实验室回家找妈妈咯 有信心吗顶部 有 有信心 我最喜欢这样子的小朋友了 好的三十秒计时开始 呼小鼓大 不对 再来 再来 气球越来越大了 它存在得住吗 顶部小朋友没办法告诉我正确的成语是什么 那至于答案呢 我还是把它交给我线上的朋友吧 答案就是狐夹虎威 森林老虎抓到了一只狐狸 狐狸说 你可不敢吃我 我可是森林之王 你不信的话跟在我后面 大家看见我是不是都会逃跑 老虎半信半疑就跟着它一起走 结果动物们都逃跑了 老虎不知道 其实大家怕的不是狐狸 而是害怕老虎自己 狐夹虎威的意思就是 凭借别人的威势来吓唬或欺压他人 太好了 今天呢 成功地捕获了三位小跟班 那下个星期呢 我讲会讲博士的年僵实验室 照常开放 还有多三位小朋友要来接受挑战哦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